是,周围这几个楼,跟这个比真是比不了 这楼本来地势就高,地势高,盖的还这么宽 盖的真不错的楼 这是华沙第一楼 是可以进吗?进去看看去 那你们不换钱吗? 换钱,有多到八点 行,这只能踩的吧,这小平 不吧,别踩了,他也不让踩的 哇,这个小车挺好看的 挺有意思 诶,这车不错,这车我估计租一天也就70块钱 这车就是租的 是吗? 不是,这自驾啊 对啊,但是它不能开到华沙外 一天到八天 可以吗?你能看懂这个字吗? 我现在看了一到八,然后就说明明是就要拍的 站这拍不好看,从前面拍 我说这车可以,那可以租一下啊 不错啊,这个 哇,真好看 哎呀,身在华沙 我看那个老梁啊,搞了一个节目在美国 就是那个讲一讲,这个美国的一些东西 我现在在华沙 华沙其实常年呢,被这个苏联控制了 因为这个二战之前呢,德国和苏联瓜分了它 这个二战之后呢,基本上华沙就被 这个波兰就被这个苏联控制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建筑啊 是基本上非常有这个苏联的味道啊 特别硬 而硬的同时呢,它又有一些自己的特色 好比说这个上面的这个花纹啊,是不一样的 同时它还受到了一些罗马的影响 你看,它的这个门口的这个城门 是很像那个德国的冯伯拉星岛门 这边的话呢,也有点那个味道 它上面那个尖顶呢,有点模仿啊 这个欧洲的教堂式的建筑 照你来说是非常的这个,有特点 Let's go 没事,没有车 这上面可能是个酒店,我觉得 那不是酒店吗 这门口这两个雕像很帅啊 这也是马克思不 这也是女的呀,距离说人吧 不能吧,距离说人是多难的 它长得不像,它有个胡子 这明明是个男的 这是女的吗 这有胡子,大胡子这是 那个有可能是个女的 这根本不是女的了,你这个鼻子怎么 那这柱子好屌 让我们进来看一下里面是什么 哎哟,呵 这是免费的吗 这是免费的吗 这有个绿巨人 那怎么还有一个 绿巨人 那我跟绿巨人合一张 这个宫殿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很像是社会主义的 这种以前的科学的那种宫殿 没有趣 科学宫 这是卖票的 这边是卖票的 谢谢 是 就是 对 所以 我许才是